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来到同音坦白 我是同音 今天邀请到我们香港最好的朋友 他是郭亦比多总编 郭总编好 你好 欧教授 这个总编我们看到台湾居然发出理由警告 把台湾的这些年轻人是吓得够呛 还有那些绿色彩的老板也都非常紧张 因为过去大家绝对去香港和澳门大概不至于有事 可是他们又知道到那边去他们别乱讲话 但是现在他们发现他们已经乱讲话了 正在他们的我自己的野术上 做了很多相关的独派主张 他们发现如果被发现他们一直是做这个主张 或者是没事了 他们到相关的解放军的官网去是胡乱贴 胡乱去做各种导弹的这些事情 他们怕被发现 于是这些人就变成不敢去 而且好像就跟赖金泽政府是同声相弃 就是互相声音互相相连 那就造成很大的这种反响效应 这样一来等于是对港还有对澳门的旅游 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您认为这种情况在台湾会继续发生震动吗? 还是说其实香港政府出来已经做了辟谣了 或者做了澄清了 其实大家不用这么紧张了 左边 是 欧教授 我看到港府马上出来澄清 而且呢就是对于绿营当局 就是民进党局的对于香港的这种做法呢 是一种抹黑 是一种污蔑 就是因为香港呢在公布 它讲的不是22条的这个法规的问题 就大陆法规22条 它讲的是香港的所谓的港区国安法 以及这个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那港区国安法在2020年 这个在香港落地实施 维护国家条例呢就是基本法23条呢 是在今年的3月23号生效 那么这些呢这个法律呢 按照香港作为一个普通法的这样一个地区 过去在这些法律 包括实施以后 也有些这个触犯 这个比如说过去一段时间触犯国安法的 这个整个的审判的过程都是高度透明的 这个在审判过程的 包括判有罪和这个不检控等等 那都是很清楚的这个理据的 所以港府就说你这个台湾当局的这样一个 显然是在诋毁香港 是在抹黑香港 因为香港法治的这样一个在全世界的排名 这大家都看得到的 所以呢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你现在在过去啊 两地港台两地的这个往来非常密切 经常在台湾我自己接触到很多的台湾朋友 什么样的光谱的台湾朋友都有 大家呢那不是也不是天天在拿这个什么政治的话题挂在这边 来香港就会会朋友吃吃喝喝到哪去玩 这些问题呢应该说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呢这个台湾当局现在说 哎你们这个香港这个台湾的这些民众要到香港去到澳门去 你们得小心非有必要就不要去啊等等等等 显然在散布一种恐慌 其实对于台湾的民众的一般的民众来讲 其实是没有必要担心的 我相信如果说啊这个话在短期内可能有一些 因为现在的某种效应在里面呢他们可能有些人会有些顾虑 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哦原来不是那么回事 但是有一点那些作为这个铁杆的那些台湾的那些人呢 他心里肯定是有些发处的 他有些发处那就是他自己知道自己过去做了什么事 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如果说想要来香港想要搞这些 他想要搞的这种所谓的台独这种动作 他当然他就有这个顾虑在那 那这些人呢我相信他会有一些心里会有一些顾虑 我再说 是那请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台湾的年轻人有相当高的比例 据说高达六成甚至八成以上啊 喜欢搞这个分裂国土的这种说法 如果他到香港去呢 他在聊天的时候不经意而且大声这么说 对于国土分裂他不断的主张啊 不管是主张台湾啊香港或其他的相当省份 他如果都是这么主张 是不是到香港去这样主张 如果在公开场合还是有疑虑呢 还是有风险呢 我个人如果说在公开场合的话 就很难说了 因为过去呢 曾经台湾驻香港的负责人呢 曾经也在电台 当时是为李登辉的两国论做一些辩护 结果这个事就搞成了一层风波 那时候还比较早期的时候 这个后来这位台湾驻香港的这个负责人呢 后来就离职就回台湾去了 当然这个这个情况呢 比如说今天如果在现在的情况下 还有台湾的这些人到香港来公开场合去散布两国论会的台独 我相信在在香港也不会被被允许 也有可能要要触犯在香港的相关的一些法律 但是这个呢 当然就是你这些做法 显然是如果说你私底下在要在在交流啊等等等等 我相信天天在香港天天各种各样的言论都有 你是不是自己在网上去发布 你在公开场合去散布 那是两回事 欧教授 那如果他是在迪士尼乐园或者在捷运上 就是说在地铁里面呢 这样告白破论 是不是也算是公开场合呢 那可能 那可能就要到 那如果说 如果说有人去举报他 或者有人 这个有 执法人员 知道这个情况 那他就可能 就 如果有人提出要对他丢检控 他就要向法官去解释了 当然我相信呢 这个一般的如果说在香港 因为香港的相对的这个言论呢 他一向多元 这个这里面还有一个所谓的犯罪动机的问题 等等 如果说你这个不是在香港要煽动 这个煽动是有种主观的意图 叫煽动嘛 也都比较清楚 在香港呢 我总觉得呢 因为过去的法律也好 或者说现在 国安法实施也好 或者说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也好 他的每一个案件 他的这个 整个的审判过程中 都是公开透明的 所以如果说 你公开的场合里面去 去散布或者煽动 这一类的言论 那我觉得 肯定是 要承担法律的风险的 感谢郭总编 精彩点评 谢谢郭总 谢谢欧教授 谢谢郭总编 谢谢郭总编